字幕提供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868的信仪玻璃 其实那时候就跟大家说 因为有一个增持的消息 可以叫做中线一点 可能会看得好一点点 其实就顺着投资思维 其实这次就跟大家讲一讲 368的信仪能源 当然大家其实在做那个行业 就很不同 这只信仪能源就是一些 太阳能的发电站 但是其实你看到它的股价 虽然好像暂时来说都是疲弱一些 但是其实之前你看到 它都在四个三至四个半左右 其实都还了很久 但是最近其实穿底的原因 其实就不是说公司的基本因素 或者一个营运上 有些什么的重大的问题出现了 就纯粹是一些 就是他们自己 信仪系的家族 和一些花边新闻 叫扯上了关系 那就导致到 就是突然之间 系来那几只的股票 都有些急跌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点点无辜的 但是你看到呢 其实当这个急跌过后 其实反而你看到868即信仪玻璃的管理层 其实也是立刻增强了旗下的信仪光能 和信仪能源 所以我见到似乎信仪系的大股东 他们的思维都挺同出一切的 都挺有决心去令到那个股价 叫做维稳 或者叫做做好一些 令到市场稳定一些 那现在暂时你看到 譬如今天868就好像有点成果 就是做了这么多的增持之后 那看看368可不可以都吃住 就是说 都要有个大股东去做增持 那可不可以利好一点的股价呢 而且始终它那次的下跌 就其实不关公司的盈位 或者未来那个盈利的预期等等事 那就是是不是市场上看得那么淡呢 那我想看看可不可以拼回 就是起码上去的原位那里先 那如果你说市况问题也好 或者大家的信心未恢复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设定一个指示 就大约是三个百度 做一个cut loss 我觉得都OK